智能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Pokemon GO》 这个月初在海外一些地区推出之后热潮不断 而我国则有非政府组织以 游戏危害人身安全和荼毒国人心灵为由 报案要求政府禁止《精灵宝可梦游戏》登陆我国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认为 在科技发达资讯流通的年代 玩不玩这门游戏已经是个人自由 各方应该尊重不要走向极端 游戏啊 科技的东西是一个潮流很难避免 当然你这些不可能在学校允许你玩的 但是你回家过后那个是你个人的自由 我也知道这个已经风靡的全球 我也看到真的有一些地方是相当危险 如果你走在路上还是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 但现在为止教育部没有接到任何的建议 所以要禁止团体 当然我们地尊重言论自由 大家都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赞成啊 不赞成啊 反对啊 支持 但是不要走极端啊 张胜文今天早上在吉隆坡险都华小卫 华小教学改革研讨会主持开幕礼后指出 政府本来就禁止学生在校园玩手机游戏 因此并不存在制止学生参与的问题 不过张胜文提醒 宝可梦寻找精灵游戏的确存在危险 玩家必须自律自重